濃烟劃破冰島寒冷的天氣 地表裂縫超過4公里 金黃色的岩漿不斷從裂縫噴涌而出 融化白雪後流向四面八方 非常壯觀 18日晚間 冰島西南部距離首都雷克雅維克 只有170公里的一座火山噴發 冰與火共存的場景 吸引遊客前來朝聖 它是一生日子 所以我們不想遺失 冰島氣象局表示 目前噴發的威力已經稍稍減弱 但岩漿噴發釋放 預料會持續好幾個月 不過冰島當局還是提醒 火山爆發會釋放出二氧化硫等有毒氣體 強烈建議民眾不要太靠近 事實上鄰近的漁業小鎮 已經經歷了一連串的地震 只見道路上已經出現了巨大裂縫 4000多位居民已經預防性撤離了一個月 冰島位在北大西洋火山熱點之上 平均每4到5年就會有火山爆發 而這次爆發地點也有點幸運 火山會並沒有造成機場停擺 冰島當局也還在嚴密監控火山會動向 靜新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